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使用工具收集信息第二部分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主要是来介绍卡里Linux这样的一款操作系统 那么卡里Linux是一款基于Linux的包含了大量的 深度测试安全审计的这样的一款操作系统 那么它涵盖的这些安全审计类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大概有数百种 还是一个功能非常丰富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它的主界面 大家看这就是卡里Linux的主界面 那么在左上角有一个应用程序 它把这些安全工具做了很多细分的这样的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第一个分类 轻易收集 轻易收集这样的一个分类下又有很多 这个子分类 那么首先有DNS分析 IDS IPS的识别 活跃主机的一个识别 包括网络和端口的扫描器等等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 我们在这里列举了三款软件 作为一个美举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典型 有DNS的美举工具 DNS Enum 以及Ferens 还有SNMP的美举工具 SNMP Work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以DNS Enum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 回到我们的卡里Linux的界面 那么我们首先在左上角选择信息收集 DNS分析 那么第一个软件就是DNS Enum 我们点击它 把这个窗口给放大一些 那么大家看啊 在这里就会列举出DNS Enum 所具备的很多参数的这些选项 以及他们的一些简要说明 那么下面我们100度 或者说MAS学院为一个演示吧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款工具 我们输入DNS Enum 使用Enum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跟上百度这样的一个域名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很快的 他就把这一块的这个DNS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给列举了一个出来 包括主机的一些地址 一些name这个服务器的一个地址 包括一个邮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地址 等等 包括他的这些 服务器的一些域名 IP地址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款工具啊 还会利用谷歌搜索引擎去 爬取一些子域名的一些信息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 有一个提示的一个错误 无法连接 那么大家原因都是大家都懂的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也是DNS美举的一个工具 在这个应用程序的这里面我们直接点击这样的一块软件吧 打开之后大家看这个也是展示了很多他相关的一些参数 有一些比如connect 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收集的这样的一个域名的一个名称 那么还是以百度为例 好 大家看很快啊 就把这个百度的这几个DNS服务器的一个域名就给收集出来了 那么下面还有这个测试网络范围的比如域名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跟踪路由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像这个工具啊 Scape这个与DOS下面这种TraceRoot都比较类似 那么我们在这里啊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做一一的展示 那么非常重要的这个Kali下面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啊 有这个识别活跃的主机 查看打开的端口 系统指纹的识别 服务的指纹识别 这种我的工具 以NMAP和HP3这样的工具为代表 我们在这里啊 以NMAP为例子 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演示 好的 回到我们的Kali的这样的一个桌面 我们打开一个一个终端 把它解答化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可以输入一个NMAP 来看这个特别多的这种扫描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它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扫描的方式 比如说直接去PIN对方的一个主机 或者说是不使用PIN这样的一个操作 或者说使用UDP的数据包 或者说SYN的扫描方式等等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工具 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之中 可以有效的去绕过目标机器的一些防御机制 或者说比如它开启了一个防火墙 不允许别的主机去PIN它 那么有些可以就使用NMAP 其他的一些参数去绕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简单 简单的做一个演示 我们使用NMAP直接跟上这样的一个地址也可以的 我们以一台主机为例 这是我们这个网段内的一台主机 好的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之后不加参数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直接的探测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机器的一些信息 首先它会提示目标机器是已经一个启动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当前开启的一些端口 135 139 443 45等等 这样的一些端口 以及它们对应的一些服务 这样很直观的就可以了解到 目标机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端口 大概一个状态 我们回到PPT 这个HPIN3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这样的一个指纹识别的一个软件 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一个演示 那么最后还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的一个信息收集的一些工具 比如ARP的这样的一个侦查工具 Net Discover 或者使用Metago 作为一个社会工程学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分析收集信息的一个工具 好的最后给大家留一些客户作业 首先需要大家在客户下载安装Kali Linux系统 并且安装成一个虚拟机 在各自的这个电脑上 作为以后我们会经常使用到 或者说是用作练习的这样的一款虚拟机 那么第二点练习信息收集相关的一个工具软件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再回到一下这个Kali 大家看啊 这个在信息收集这一块 它的细分有很多 比如光一个DNS分析 它就有目测是七种这样的一些工具 比如DNS Anom刚才讲到的一个DNS Map 就是说它每一种这些工具啊 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命令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参数 需要大家在课后啊 自己去多练习 多查找资料 去详细的去掌握一些 尤其是常用的相关的这样的软件的一个用法 好的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